那其實這一場我們四個人都代表不同的族群 不過我們客家人占上風 難得的機會 他也要去找人 來去找人 別怕媽 怕媽 怕媽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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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幾分之幾 4分 你是十分之一 二分之一 我明輝是周族 代表援助民族 他的代表性很強 他的壓力也很大 它是十四分之一 可是要代表十四 那我来想 我们来评估2000年到2008年 其实是一个分水岭 就看我们怎么样去理解 民进党执政的时候 对于族群的政策 到底实施的怎么样 做得好不好 有没有利由未来 还是用尽了权力 票还是没有来 那为什么 为什么会这样子 我们开号来检讨 不过它最大的用意 就是说正在八年当中 民进党如何处理族群课题 我现在 那么什么叫做族群课题呢 不外是两个 就是我们怎么样去处理 少数弱势族群 来保障他们的文化 以及语言 以及他的应有的社会权利 政治权利 还有经济利益 那另外一个呢 就怎么样能够在国家 国家认同的前提下 能够让不同的族群 能够和谐相处 我们今天谈的不是融合 融合有大吃小 小被吃 小的被大吃 而是和谐关系 也就是族群关系 那我想 施教授这篇论文 应该会从这两个角度来看 那他的文章当中 我有机会拜读 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也就是说 他重新定义了 什么叫做族群政策 那根据我个人了解呢 不是说所有的族群 我们都要有政策 你这个大族群 干嘛要有政策 你要压他 不要让那个大族群 大吃小 所以那个叫政策 那个不叫政策 政策是一个proactive 所以因此呢 可是我们台湾又很特别 台湾在1980以前的族群 是大小扭曲 是少数族群 统治多数族群 所以我们通常叫做少数统治 minority rule 就是外省少数族群 却拥有过多的权力 来扭曲这个族群的关系 那一直到了民主化以后 我们才恢复正常 多数族群 在比例上 就有能够更正常的 去寻使享受他的权益 那但是呢 对于少数族群 我们保护 所以也因此呢 在早期这个几十年 1950到1980 我们看到的是一个 扭曲的族群关系 扭曲的族群权力关系 所以因此当时的少数族群 弱势族群 反而变成是多数人 少数人控制 变成享有特权 那一直到80以后 再慢慢 所以50 60 70到80 这三四十年 那个时候的少数族群 我们从来只有一个 只定位一个 是原住民族 高山族或者这样子 那到了80以后呢 我们重新才界定 什么叫做弱势族群 那大致上说来 到今天2013年 我们如果要处理 所谓Proactive 比较积极性的族群政策 大概第一是原住民族 这毫无疑问 第二客家 第三呢 我觉得我们可能也要开始注意 我们现在不是四大族群 我们是五族群 包括新住民 就是东南亚的住民 还有中国的婚姻配偶 还有东南亚的劳工配偶 劳工移民 那这些我觉得都应该去看待 那我想这个 真的是最近15年的一些新变化 我们的族群越来越多元 可是我们的国家一体 越来越不成体统 所以这个是我们很觉得遗憾 怎么样能够一体 而又注意到多元 那可能就是我们 任何一个政权 任何一个政党 要面对的一个大灾问 那我想我的时间够了 他给我五分钟 我应该讲五分钟了 那 你好 那今天的开戏 我们现在就请施政锋施教授 有20分钟的报告 然后你们两位呢 有12分钟的评论 然后我们再开放给大家来发问 好 我们欢迎施教授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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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